哇 牆壁很足夠 越入越暗 真是好嚇唬 到了 這間就是我們的房間 3 5 5 Hello大家好 我是AP 這刻我準備去去這個晚貴酒店 昨天我來了曼谷 因為帶了天理 所以我做正常酒店的調理一下 到了今天才準備出發 大家想出發錢 給大家看看我正常的酒店是怎樣 這間就是我正常的酒店 600多元 這間叫做梅蟲酒店 就是這個喇喇區 樓下給一個閘 很多人妖哥哥 酒吧 然後很多按摩店 走過人妖哥哥經常摸我的肩膀 不像射我什麼東西 洗澡房也挺大 然後床就是這樣 其實房間不是很大 不過其實酒店大堂或其他部份 都超級漂亮 我想說 所以為何特別要說 給大家多一個旅遊選擇 因為這個酒店真的很漂亮 不過真的600多元來說 我覺得有一點細艱 因為泰國酒店其實偏向都會比較大一點 如果大家不太介意 樓下一個閘 其實這裏都不錯的 樓下餐廳有多漂亮 我都準備下去吃早餐 不過人們說隔音其實比較差一點 走廊隔音是比較差的 附近都隱約聽到一些音樂 不過又不是很大聲 可以接受 我都住三樓低層 所以都可以的 Anyway 現在已經過了鐘了 1.3 我延伸到1點 現在已遲了三個字 所有鬼故事等等的東西 我們去到新酒店才跟大家說 不過那間酒店 其實都不知道是甚麼叫酒店 因為我看照片都很麻煩 價錢都是110元 因為曼谷的曼谷酒店 可以上沒有找到的 我都差不多去到七七八八了 剩下的酒店可能都不多 例如這間 現在就收拾東西 然後走人 我們去到新酒店 不是 新賓館 再跟大家說一下 那裡發生甚麼事 好了 隔了漫長的旅程 我們終於到了 今天我們的目的地 Charlina Princess 中文叫做曼谷查萊拿酒店 我計算失誤 話說剛才在上一間酒店 等車等了20分鐘 然後原來上一間酒店 來這裡是要40多分鐘 加加密密用了整個小時才來到這裡 然後我在上一間酒店 有預訂了我吐骨 5點半 嘩 現在已經是4點2 待會我們要乘回1小時的車 即是可能我們現在 check in 完 上去一拍一拍 又要馬上走回舊酒店 因為我本來想試舊酒店的吐骨 所以在情急之下就硬預訂了 它沒有早點的時間 只有5點半 大失預算 如果我知道你這裡要40多分鐘 我應該不會預訂 唉 好 無論如何 我們現在上去再說 我想說這裡也挺暗 還有搭電梯要按入 非常潮濕的氣味 唉 又有幾級樓梯 原來這裡是健身房 鍛鍊 這裡擺了幾部的機器人做健身房 這裡是健身房 然後健身房旁邊有一個位置 我不知道這是甚麼 但看到這隻紅色汽水 就只是拜拜的東西 難道是拜這位先生 好了 不管了 繼續走 哇 這裡樓梯超恐怖 很暗很久 又要下兩級 原來不用上來 那邊又老過來 我準備上來 我們今天進入的房間是355 這間酒店只有五層 我打算盡點在其他樓層下 不知道頂部的位置有沒有其他東西 我打算盡點在其他樓層下 這層是Executive Floor 355就是這邊 我想說這裡超級暗 日後應該是這樣的 晚上沒問題 晚上應該是客人問的 現在是四點鐘 是執房的時間 所以就當周地多一下 哇 牆壁很足夠 客人問的 越入越暗 真是很暗 到了 這間就是我們的房間 355 嘩 好閒 咦 我們今天居住的房間就是這間 暫時看好像沒有什麼 119元而已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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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上去也不太髒 還可以 咦 等等 沒有洗澡房 咦 為什麼沒有洗澡的地方 為什麼 什麼事 這裡嗎 是衣櫃來的 蛤 難道在外面 窗口 咦 咦 哪裡洗澡的 這裡嗎 哎呀 嚇死我 原來在這裡 這裡就是洗澡房和廁所 嚇死我以為119元是不能洗澡 好了 Anyway 我們現在說一下這裡的故事 網上的鬼故基本上只有1宗 這宗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是上了新聞 這裡就說有留意新聞的朋友 相信都會對這個新聞有印象 我也有留意新聞 但我沒有印象 不知道這宗是多久之前 他說有十幾個遊客 因為航班延誤而被迫逐漏在泰國 然後他們就被安排入住這裡 但是遊客之後就投訴 他說原因是遊客用搖控制 想將電視機關掉 但是電視機關掉 直到節目播完才可以關掉 因此他認為有靈體強迫他 必須看完該節目才可以關掉電視 另外同行者清半夜的時候 一直有嚇門聲 而且走廊也傳來很多怪聲 開門之後又見不到有人 再之後他就得知 原來這裡頻頻出現怪事 例如拖鞋在空中飛來飛去 廁所門自動開關等等 就是這麼簡單 這間就是曼谷其中一間 傳聞最萬貴的酒店之一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說十間八間 不過有八間我都拍了 剩下兩三間就是這間 廁所門那邊 他說會自動開關 暫時不知道會不會 今晚看看會不會 總之基本上圍繞著這裡的東西 就是這個電視機還有一間拖鞋 說會拖鞋飛來飛去 我們今晚也可以留意一下 而這裡有沒有臭味呢 暫時我都不太覺得 跟著蟑螂看上去地上都沒有 現在是下午的4點25分 我們今晚吃完飯 回來就拍這間酒店 其他樓層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分別 跟著再在這裡睡一晚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拖鞋飛來飛去 或者關門 我們晚一點再見 好了到了晚上了 我現在爆炸就快死了 剛剛去了新開的商場 M-Sphere 應該是這樣讀 買了這個黃油小熊 買了很多黃油小熊 超級精美的黃油小熊公仔 沒有看價錢 就這樣賣 用來做手信 還有自己擺放在我家裡也不錯 Anyway 現在晚上的酒店 我以為燈會暗一點 但是跟今早差不多 好像甚至乎乾一點 還有我現在才看到 原來這裡真的有洋雨 還有很多 我早上還在看 為什麼這兩個東西噴水 這麼奇怪 很噁心 Anyway 我們現在上房 房間 走廊跟今早一樣 差不多一樣 這麼暗 我想這裡應該有很多人住 因為很多房間 都有傳出一些電視聲 或者是人聲 然後樓下我都見到很多旅客 所以應該都入住率挺高 好像今早有人在說話 今早我聽到 我們旁邊的房間 都有人在說話 暫時看下去 跟我今早出去的時候 一模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 廁所門都是我散 大家不用擔心 今早出去的時候 我打算是散開 好像比較安全 打算說 回來後面開了 結果沒有 Anyway 我們現在安頓一下小便 超級急了 然後我們就游走這間酒店 雖然我覺得都沒有什麼游走 應該都幾多人 還有我想像中那麼噁心 所以 我們這次 晚上11點半 我們正式展開我們的鬼酒店之旅 我們會不會有什麼 不過坦白說 我真的不覺得會遇到什麼 因為有太多人入住 而且我們房間都其實挺乾淨 應該沒什麼事發生 我們先上第一樓 五樓 我們可以回到四樓 因為 好像比我的層更漂亮 起碼乾一點 不過這個電梯也挺有鏡 通常人們說鏡是在陰間的通道 四樓也是有人住 二樓 好了 去到二樓 二樓 一樣有人住 一樓 這裡除了地區好像比較遠一點之外 都真的沒什麼挑剔 189元 一樓有點不同 對呀 泰國的地下是一樓 不是G樓 已經去到這個地下了 隨便推開門看看 這裡的門開了 雜物房 先收起來 這裡的住客多得不得了 超級多人 酒店部分好像已經沒什麼看了 這裡是大堂 都很光暗 沒有事發生 Anyway 我們現在就應該回到房間 然後洗澡 然後去到更晚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進行測試 我們一會見 這刻已經來到凌晨2點半了 小弟呢 這兩個多小時做了什麼呢 我什麼都沒有做過 我剛才坐在椅子上玩手機的法外 因為昨天和今天酒店的落差太大 我不是很想面對 所以我就錯了 不過雖然 119元來說其實算不錯 都乾淨 然後都不小 以前甚至乎一些貴的酒店 可能比這裡更加差 但是如果真的要挑剔 就是這個浴室 浴室的水壓太慢 然後去水也太慢 水溫來說算熱 但也不是超級熱 比較不好就是這些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現在才留意到 其實這個衣櫃 睡覺不就會對著我 很奇怪 就算我睡了一點點 其實都很恐怖 電視我們都要先開了 我們看看一會 會不會拍到電視 無端端 不讓我關掉 可能又會關掉 我不知道 這一下我們就進行測試 因為這裡是泰國 小弟的泰文 又不是很厲害 都只有那兩句 所以我決定 今天用沉隆赤 不用這個靈魂盒子 什麼了 做成龍 這是什麼 說泰文 對了這裡是泰國 沉隆赤 我想請問一下 一會兒會不會有靈體 不讓我關掉電視 有的交叉沒有的 打開 是否算開還是他一早已經在開 我先當他開了 OK 麻煩你 沉隆赤 是不是因為靈體不喜歡看這套電視 是的 交叉 不是打開 麻煩你 嗯 不是 不是 那是不是有靈體在這裡 沉隆赤 請問一下 這房間裡是否有靈間朋友 是的 交叉 不是打開 麻煩你 他慢慢地收緊回來的感覺 應該是靈叉了 哎呀你敢放我靈界朋友 糟了 不要說泰文 不要讓他知道 我知道他的存在 車車車車 你可否指出靈界朋友的方向 喂他不動 是不是在我面前 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 大家看看 黃起雞皮有無管動 嘩 剛才 突然間 嘩現在整天都無管動 剛才突然間 我不是在問著沉隆赤 然後我感覺到左邊 突然間有一股 寒氣 好像有人吹風 吹在我的手上 然後我就整天都無管動 嘩 好害怕 我現在 覺得 不要再問下去 好像好一點 嘩 含氣 瘋 吹落我這個位置 我現在還有無管動 不知道大家看不在這裡 站好雞皮 好像真的有些材料到 難道真的在我面前 在我面前 真的在電視前面 靈探真的令人害怕 以後都不想靈探 現在怎樣 他是不是已經知道 我是來找另一家朋友 都是用火柴人 這個是拖鞋 坐在那裡 是不是穿著了拖鞋 嘩 這個很靈異 這個也好像有一個 這個我不是很肯定 不知道 可能不像 應該不是 我們現在問到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佛教 請問一下 今晚 我這間房間會不會出現怪事 會的交叉 不會的打開 麻煩 應該開 不會出現怪事 非常好 其實都不是好事 就是我們拍不到東西 好 謝謝 因為臨遠之前 我可以分享一宗怪事給大家聽 就不關這間酒店的事 又是關我上一間酒店的事 就是早點的時候 我去拖鞋 我上一間酒店其實都好像挺高級 正常裡面的SPA拖鞋 是不會有什麼笑哈哈的成分 就是一個Auntie幫我按摩 然後按摩的時間 經常Auntie的手都按到我喳喳的位置 不知道是不是我特別巨型 經常都按摩了 然後亦都按摩了下面 這個袋子的位置 然後又按摩了 經常都因為大腿內側 然後我心想 這些高級的SPA 應該不會有這些東西 對不對 然後無端的Auntie 我感覺到他指著我咳咳 說OK 然後我心想 蛤? 蛤? 什麼? 按摩咳? 我就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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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說 No pain 他說 No pain 原來 他意思是說 按中了有沒有痛 嚇死我 我以為他說 咦? OK 然後 學契說不要 嚇到我 最後就很正常 按摩了 是 嚇到 因為你知道 樓下有很多奇怪按摩 我以為我酒店那麼高級都是 這單就是我上一間酒店的怪事 叫它怪事 還是我白癡 不知道 Anyway 今天暫時就是今天 我們看看會不會錄到什麼 如果有的就再跟大家跟進 沒有就做頭 今天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Like、Share 然後訂閱、Instagram、Facebook、Patreon 加入你的會員 想購買精美產品就是MerryCell 想看新聞會發放到 ABUG3和KBU Channel 不知道是怎樣換得像 好的 Thank you 大家 Bye Bye MINGDON Giferous MING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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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DON